大二时 室友在宿舍流产了 我好心把他送去医院 结果最后传出私生活混乱 多次流产的人是我 被造谣 被屁图 我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 学校找我谈话那天 一群混混将我拖进了小树林 好不容易撑着破烂的身子回到宿舍 几个室友都嫌我脏 想要将我赶出去 推嗓间 我从六楼坠落 砸在了铁架杆上 刺了个对穿 再睁眼 我回到了室友流产的这一天 欣然 我肚子好痛 断家雪虚落的声音传入耳中 将恍神的我拉回了现实 看着此刻躺在我床上喊痛的人 我心口碰碰跳得厉害 前一秒被铁架杆刺穿身体 腰腹处被穿透撕裂的钻心痛感 仿佛只是一场梦 我的床单上已经有鲜红血记忆散开 眉头紧皱 我掏出手机对着断家雪就是一顿拍 沈欣然 你拍我干嘛 他不明所以地询问 似乎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没搭理他 拨通了120 将情况告之后 收好手机 这才将他从床上拉起来 断家雪 你弄脏我床单了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真丝四件套 价值8000块 不能水洗的 床单被你弄得这么脏 肯定不能用了 算你3000 记得转我 被拉起来的他 有些站立不稳 想要顺势靠在我身上 我嫌恶心 脚步轻移 后退一步 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沈欣然 你 他痛的话都说不清楚 我摆了白手 全是血 当然不能让你继续坐床上 或者椅子上了 坐地上吧 方便清理 我一副为他着想的模样 顺手拉过椅子坐上去 自顾自的开始玩手机 想了想 我对着他又拍了几张 任由他在地上痛得哭爹喊娘 我都充耳不闻 今天是周六 很多学生都出去玩了 我们宿舍门又是关着的 外面根本不知道 里面发生了什么 学校当初见宿舍时 考虑到作息问题 特意加强了隔音 此刻他就算大声哭号 外面的人也听不见 前世 我也是吃了这个亏 脏的是我的床单 宿舍门关得死死的 谁也看不见宿舍里面的情况 救护车来时 他被遮掩得严严实实 他被认出来 他还特意嘱咐我 戴上他的口罩和帽子 我就是信了他的鬼话 才让自己陷入那种尴尬的境地 有口说不清 想着前世的种种 我恨得心甘疼 很快 救护车来了 段佳雪求我陪他一起去 我没有拒绝 临出门前 他果然要求我戴口罩和帽子 欣然 我柜子里有口罩和帽子 你找出来戴上吧 求你了 要是被人认出来 我们还怎么做人啊 护士姐姐们也劝我 我知道 他们是好心 可我还是坚定的拒绝了 佳雪 我没关系的 我不怕被人看见 护士姐姐 咱们赶紧走吧 他已经痛好一会儿了 再不赶紧着 我怕 没等段佳雪说什么 担架被抬出了宿舍 而我 光明正大的跟着人群 一脸紧张 甚至路上有人询问时 我还好心的解释 啊 对 我们宿舍的段佳雪 不知怎么的 突然流了好多血 嗯 对对对 是他 哎呀 大家别问了 等我们从医院出来再说吧 我替佳雪 谢谢大家关心 眼角的余光 我看见段佳雪 看我的眼神 仿佛要吃人一般 我假装没看见 自顾自的跟同学们 解释了一路 直到担架被抬上救护车 狭窄的救护车里 段佳雪 有气无力的质问 沈欣然 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说 是我 你知不知道 我拉住了她的手 一脸真诚的打断她 哎呀 佳雪 大家都是关心你 这是好心啊 生个病而已 怎么就不能被大家知道是你了 你真的好奇怪哦 佳雪 我不懂你 护士姐姐们也是一脸感叹 纷纷夸赞 我是个好室友 我含蓄地笑着 心里更是笑开了花 呵呵 段佳雪 这次 我看你还要怎么栽赃我 想让我当你的替罪羊 替你承受那些流言蜚语 下辈子吧 到了医院 她被推进了手术室 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 对着手术室的门 拍了几张照片 将在宿舍拍的照片整理了一下 选出几张角度最好的 发了朋友圈 顺便还配了一张我的自拍 佩文 室友流了好多血 好可怕 陪她来医院了 希望佳雪平安 我本就是学生会的干部 微信里有着不少同学 刚刚救护车过来那一幕 很多人都看见了 这条朋友圈一发 半小时内点赞直接破百 评论也是大几时 甚至还有人 将朋友圈截图 发到了学校大群里 我热心地回应着 替段佳雪 感谢他们的关心 其中有不少人怀疑她是流产 我都故作惊讶地回应 不可能 我们佳雪一向洁身自爱 怎么会做这种事 同学 你别乱说了 是啊 段佳雪在学校 一向有清纯笑话的美称 大一到大二 她连男朋友都没谈过 所以上辈子 所有人都没有怀疑到她的头上 她怕被人挖出来 她那些丑事 为了转移视线 这才先下手为强 她故意捅破了流产的消息 还将自己那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事 全部推在了我身上 我找她对质时 这便是她开脱的最好证据 至于那些就医证明 谁会去证实 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些谣言和屁图 没人会去确认真实性 大家只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 只当这是一个劲爆的瓜而已 从她流产到我坠楼 也不过短短半个月 手术进行了很久 两小时后 昏迷的她被推了出来 等她醒来时 我已经打电话 将其他几个室友都叫过来了 上辈子 他们被段佳雪用金钱贿赂 统一战线 一口咬定流产的是我 甚至还配合段佳雪 拍下了我带血的床铺 这辈子 我提前将他们叫过来 还拍了病房的照片 发朋友圈 我就不信 如此证据确凿 这群人还能害我 可我到底还是低估了人性的可怕 醒过来的段佳雪 见室友们都到齐了 脸上闪归死我看不懂的表情 她故意将我支开 让我去楼下给她买份热粥 等我回来时 几人的脸色都有些不自然 我心中警觉 却也不知道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他们都商量了什么 段佳雪需要住院几天 我们几个室友轮流照顾 对外 我们捅一口径 她就是惊奇紊乱导致的大出血 跟上辈子不一样 这次那份报告单 另外两个室友分明都是看过的 大家都知道 她住院的真实原因 可对此 大家都是见目不言 流产的消息一点都没传出去 出院这天 我们一起去接她 回到宿舍 段佳雪说上浮太高 她现在身体状况 不适合爬上爬下 要求跟我换个床 这个要求 上辈子她也提过 而我当时也没多想 就答应了 她流产后的第七天 也是周日 我因为发烧 一直在宿舍睡觉 那天下午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 感觉有人压在我身上 等我强迫自己清醒时 看见的便是一个没穿衣服的男生 而我的身上 也一丝不挂 没等我反抗 一群人突然闯了进来 因为睡的是上铺 大家堵在下面 我连下床找避体的衣物都做不到 那一天 我跟男人在宿舍撕混的照片 在学校彻底火了 之后那些 关于我私生活混乱 多次流产的传言 也被直接坐实 我简直百口莫辩 想到上辈子的无助与屈辱 我忍不住钻紧的拳头 面上却是不险 我故作为难 嘉许 你知道的 我晚上经常起夜 学生会事情多 我也经常回来得很晚 睡上铺的话 我怕吵到你们 当初大一选床铺的时候 她就嫌弃下铺经常被人做 不干净 现在想要换下铺 让我睡上铺 上辈子 我就是太心软单纯了 才会被她骗得团团转 欣然 我们就换一段时间 等我身体完全恢复了 我就搬回去 可以吗 退而求其次 但我还是不答应 为了劝我 他们三个再次统一战线 想要对我进行高的绑架 罗书瑶站在断家雪身边 一脸大气凛然 沈欣然 大家都是室友 帮个忙怎么了 张初若已经开始给我收拾床铺了 是啊 你怎么这么冷血无情 换个床铺而已 又不是要你命 真是的 没点同情心 看着她粗鲁的动作 我眸色一沉 一把推开了张初若 你干什么 我答应了吗 你就动我东西 我说了我不愿意 你们听不懂人话还是怎么 这么热心肠 张初若 你怎么不自己跟他换 你不也是下铺吗 我劈里啪啦一顿输出 几人对我刚蒙在了原地 或许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往日里和和气气 没什么脾气的我 今天会这么凶 哼 真当我是冰毛好欺负 是吗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断家雪 他委委屈屈的 眼角还挤出了眼泪 欣然 哎 算了算了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算了吧 初若推脚有问题 你又不是不知道 算了 我就受点累吧 就算痛一点 也是我该受着的 这副绿茶模样 看得我直反胃 前世也是这样 我被千夫所指时 他茶里茶气的推不住栏 算了吧 大家别为难欣然了 发生这种事 肯定不是他愿意的 他肯定是有自己的苦衷 才会跟那么多男人 哎呀 谁都有个困难的时候 他了一番话 直接将我定死在了 被多人包养 为钱出卖身体的耻辱柱上 而背地里 他却是另一副面孔 沈欣然 我就是故意躺你床上的 我就是故意栽赃你的 谁让你天天假清高 出身又好 凭什么我长得比你漂亮 却要受这么多苦 凭什么你干干净净 我却要在底层挣扎 我就是要将你垃圾泥潭 我的家庭情况 我一向玩得很好 对外 我只说自己是农村出来的普通女孩 我也不知道 她是从哪里得知的 直到被推下楼的那一刻 我才明白 她之所以这么讨厌我 想要置我于死地 不过是嫉妒 她也出身农村 却有一颗虚荣的心 那件事发生之前 我们都以为她是农村有钱人 可直到最后我才知道 那些钱都是她靠卖身换来的 所以她极度同为农村出身 却是拆迁户和爆发户的我 罗书瑶和张初落心疼地抱住她 家序 你就是太好欺负了 三人姐妹情深的模样 让我觉得恶心 我是面对着宿舍门的 发现门被人拉开了一条缝 我心思一动 算了 既然家序想要睡下铺 那就让你睡好了 我搬出去住 她委屈 我比她更委屈 此话一出 段家雪愣住了 可很快 她嗓子都破了音 不行 沈欣然 你不能搬出去 她抓住了我的手 一脸紧张 我装出不解的模样 我为什么不能搬出去 我不想睡上铺 你想睡我的床 那就只能这样了呀 段家雪 我已经做出这么大的让步了 你到底还要怎样啊 她抓着我手的力度 又紧了几分 吞吞吐吐地劝我 一副为我着想的模样 欣然 你一个女孩子 搬出去住太不安全了 如果你实在不想换 那那就这样吧 我睡上铺就好了 没关系的 我不禁心中冷笑 搬出去住不安全 怕是继续住下去 才会有危险吧 我算是想明白了 与其在这里跟他们斗智斗勇 不如我搬出去 上大学 是为了笨前程 为了好好学习 不是为了勾心斗脚 更何况 这种鸣枪案件 哪怕我再谨慎 迟早也会再次栽个跟头 只有千日做贼 段没有千日防贼的 我是想复仇 可现在还不是时候 孤立无援 我不敢拿自己的安全 就堵住 心动有了决断后 我面无表情地扯开他的手 转身就开始整理床铺 咱们是好室友 你身体不适 我应该让让你的 佳雪 你放心 我在外面很安全 你不用为了我委屈自己 她还想来拉扯我 不是 欣然 你别冲动 而这时 宿舍门被推开了 隔壁宿舍的几个女孩子 走了进来 他们上下打量 段佳雪一眼 同学 人家沈欣然 为了照顾你的身体 都做出这么大的让步了 你到底在矫情什么呀 段佳雪眼神闪躲 开始为自己垫解 可她的话 漏洞百出 他们掰扯的时间 我已经将床铺整理好了 接下来 是我的桌面和衣柜 可当我拉开我的衣柜时 却发现了一些 不属于我的东西 润滑剂 整合的小雨伞 成人情趣用品 我愣在了原地 身后响起了段佳雪的声音 哎呀 欣然 你怎么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我转过身 看着她故作惊讶的脸 脑中炸开了烟花 她的眼底 闪过一丝阴狠 一抹灵光从我脑中闪过 难道 错了 都错了 这才是她的真实目的 某些细节 突然涌进了我的脑中 难怪 出门前张初落说 她先上个厕所 让我们先走 原来如此 这些东西 都是她放进我柜子里的 什么换床位 不想让我搬出去 都是激将法 好端端的 门怎么会打开 又怎么会这要巧 出现两个隔壁宿舍的女生 这一切 都是段佳雪设计好的 她肯定也重生了 我之前的反常 她肯定也察觉出 我的不对劲 她早就知道 这次我一定不会 同意换床位 她也很清楚 我是个不喜欢麻烦的人 所以我一定会选择搬出去 她知道我中活一世 一定不会坐以待毙 所以她将计就计 选择用另一种方法 搞错我的名声 就算流产这件事栽赃不了 私生活混乱这件事 我还是逃不开 哪怕我亮出我的真实家境 在绝对的证据面前 人家也会觉得 我是个有钱爱玩的烂货 步不算计 她就向我肚子里的蛔虫 预判了我的每一个决定 但两个女孩子 已经开始拿着手机 拍我的柜子 我脑中飞快运转着 却无计可施 大意了 端家雪中活一世 竟然长脑子了 没想到啊 沈欣然你竟然玩得这么滑 张初落拿起那瓶润滑油 朝我笑得一脸得意 罗书瑶一把夺过了 她手中的东西 塞进了我怀里 语气中带着嫌弃 初落 你碰这玩意儿干嘛 你不怕上面有病菌 不觉得恶心啊 宿舍门大开 已经围拢了 其他宿舍的一些女生 大家都在对着我们 支支点点 刚刚进来的那两个女生 更是招呼人家进来 大家快进来看 我们发现了新奇东西 这些东西 应该很多人没见过吧 我给你们念一下说明书啊 其中一个女生 已经开始念了 其他女生有的开始骑红 说我不要脸 有的脸红的跑了出去 这一幕跟上辈子是何其相似 那些肮脏的谩骂 犹如最尖锐的刀 凌持着我的心脏 我捂住了耳朵 蹲在了地上 不行 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重火一时 我的人生不能毁在断家雪手上 哪怕跟他们彻底撕脱脸 跟他们直接对上 我也不能接下这肯脏水 我是怕麻烦 更怕小人的暗中陷害 和永无止境的背后刀子 但这一次 我选择直接面对 我要将断家雪他们这群毒瘤 彻底清除 我站起了身 将地上的润滑油捡了起来 夺过那个女生手里的 说明书和情趣用品 一股脑塞毁了我的衣柜 最后落了锁 做完这一切 我才冷静地开口 这些东西不是我的 刚刚辱骂过我的每一个人 我都记下来了 我会报警 等查明真相后 你们等着接收律师函吧 众人惊住了 他们怎么都想不到 不过是吃瓜坑热闹而已 口嗨了几句 怎么就要被接收律师函了 刚刚忍住没开口的 这会儿已经赶紧离开 那些骂过我的人 站在原地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僵持不下石 断家雪开口了 你们在害怕什么呀 那些东西在他柜子里 不是他的还能是谁的 还报警 谁知道他是不是想要销毁证据 他这是吓唬你们呢 罗书瑶和张初落也开始附和 他们三人的话 给所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见我没有报警 大家继续谩骂 一句比一句难听 一句比一句不堪入耳 我环视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拿起了手机 警察叔叔 刚刚那些话 你们都听见了吧 嘈杂的宿舍一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张初落扑通着 就要上来抢我手机 沈欣然 你疯了吧 你还真敢报警 我扭了个腰 躲开了他的袭击 惯性作用 他直挺挺地撞上了衣柜 嗯 好巧不巧 那个衣柜的锁壳坏了 只出了一块铁片 这一扑 使他的脸正好跟那个铁片 来了的亲密接触 煞时间 落真可闻的宿舍 想起了他杀猪般的惊叫痛哭 啊 我的脸 我的脸 好痛 他捂着脸转过身 鲜红的血液 从他的指缝间溢了出来 所有人都被吓到了 而我 看着他这束狼狈的模样 心中很是畅快 上辈子 推散我最厉害的 就是他 我坠楼时 他明明可以拉住我 可他选择了松手 如今他毁容 也是因果报应了 段佳雪和罗书瑶 根本不敢上前 两人抱在一起 颤抖着身子 都慌了神 哪怕段佳雪也中活一世 但今天这个场面 却是他意想不到的 我还没死 一直站在他那边 为他出头的张初若 却遭了殃 他终于知道害怕了呢 而这时 警察叔叔们也赶到了 张初若被送往了医院 警方的鉴定结果出来的很快 我的柜门上 有张初若和我的指纹 可那些东西上面 除了被我碰过的论滑油 说明书和其中一个请续用品 其他的东西 都只有张初若和罗书瑶的指纹 还有宿舍楼到的监控 也拍到了张初若抱着一堆东西 鬼鬼祟祟回来的画面 证据确凿 真相是什么 不言而喻 今天在宿舍 对我恶语相加的那些人 全部跟我道歉 可我并不接受 这种道歉没有意义 如果不想接受律师函 那就每人写一份一万字的检讨 下周一在国企下公开道歉吧 马善被人骑 人善被人欺 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 众活一世 这个委屈我不吃 这些人以为自己只是一时嘴快 起红吃瓜 吐了热闹 可他们却没有想过 那些谩骂的言语 足以逼死一个活生生的人 上一世 我的死 如果说段家学几人是主兄 那么这些出口商人 起红谩骂造谣的人 都是帮凶 这件事本来不算大 可是在段家学的心机 算计的翻车下 涉及人太多了 那么多学生被警察带走 直接惊动了校方 甚至有些好事者 还露了相 发在了网上 真相未明 舆论掀起 短短几个小时 网上说什么的都有 我们录个口供的时间 视频已经在同城火力打 不少学生家长都收到了消息 纷纷给学校打电话 问是什么情况 学校应接不暇 将我们几个主要设事人员 叫到了校长办公室 这熟悉的地方 不禁勾起了我上一世的回忆 我不愿意 他们甚至对我进行威逼利诱 沈同学 我们现在好好跟你商量 如果你不听 那我们就要采取非常手段了 就算你不愿意离开 我敢保证 你也拿到毕业证 你当真要跟我们作对吗 他们的威胁 我根本不怕 那时候的我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所以我十分坚定地 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校长 我不会退学的 这个大学 是我付出了很多努力才考上的 网上的一些传言 跟我也没关系 如果你们认真去查 就一定会知道真相是什么 轻者自轻 你们不去查明真相 反倒来劝我退学 我对你们的处理方式很失望 还有 这件事我已经报警了 我相信警方会给我一个公道 听说我报警 几个校领导的脸色更难看了 校长还想继续跟我掰扯 系领导拦住了他 说完这些话 见没人出声 我心中叹息 不过他们铁青阴沉的脸色 我直接出了办公室 因为他们找我的时间比较晚 又跟我掰扯了很久 我出来时 已经是晚上八点左右 回宿舍的路上 要经过一个小树林 那些混混 是早就在这里等着的 从他们口中 我还知道 他们的出现并不是偶然 而是有人指使 那三个小时 我经历了非人的折磨 是我两辈子的噩梦 上辈子是我被千夫所指 而这一事 处在风口浪尖的 已经是断家雪了 刚刚在警局 张初落害怕自己会负法律责任 将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 包括断家雪流产的事 路口共识 我们的系领导也在 坐在这熟悉的办公室内 我十分淡定 校长铁青着脸 愤恨的看着罪魁祸首 断家雪 你可真是好得很啊 未婚先孕 还在宿舍流产 事后还在赃室友 想要毁人家名声 小小年纪 心眼子倒不少 这事闹得这么大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你主动退学吧 断家雪苍白了脸 下意识地瞟了系领导一眼 坐在最佳位置的我 刚好瞧见了她的小动作 我心中生疑 她的系领导 一瞬间 有什么很重要的线索 从我脑中一闪而过 断歌 对 那些混混口中说的指使者 正是断歌 当时我还以为是断家雪的亲戚 现在联想到上辈子系领导 阻拦校长的反应 还有断家雪刚刚那一眼 这个系领导正好也姓断 而且他还是负责校园安保的议员 几个细节串联起来 某个答案好像渐渐浮上我的心头 断家雪跟断主任 他们都姓断 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断主任就是上辈子 指使那些混混的人 而此时 断主任根本不敢看断家雪 而是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断家雪紧咬着牙关 不接受校长的决定 校长 这事也不全是我的错 我不同意退学 今天如果不是沈兴然报警 也不会有后来的事情 都怪他小题大做 在警局跟他撕破脸的张初若 这会儿又跟他站在了同一战线 将矛头指向了我 对 校长 不怪沈兴然 我们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 是他非要把事情闹打的 两人义愤填膺的模样 倒像是他们受了多大委屈一样 校长迟疑地看向了我 眼中有些动摇 我嘲讽地勾了勾唇 原本想看戏 可这戏牵扯到我身上 这就没法看了 大家一起死吧 开玩笑 谁家开玩笑 会把那种东西放我柜子里 还有刚好在门口 那两个隔壁宿舍的同学 他们可是全部招了 是断家雪让他们守在门口的 如果是开玩笑 那为什么他们进来后 对着我的柜子 和我就是一顿拍 还故意招来那么多人 念那些说明书 断家雪 你自己自甘堕落 私生活不检点 还想拉我下水 给你转移视线 对吗 我调理清晰的一段话 将他的龌龊心思 揭了得干净 他僵住了 校长脸上也不好看 坐在一旁的断主任 还是低着头 像个安纯一样一言不发 断家雪张了张嘴 校长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断 眼见的断家雪 就要攀扯上自己 断主任坐不住了 他冲上前对着他 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 闭嘴巴 断家雪 老老实实退学 别搞幺蛾子了 自己犯了错 就要承担后果 别给学校找麻烦 断家雪被扇得撇过了头 捂着脸 满眼都是不可置信 两人视线交互一番后 他眼中的光都暗淡了 好 我同意退学 他竟然这么听话 中活一事 他就这样妥协了吗 接下来的是 跟我预想中的 没有多大出入 张初落被记大过 平优平仙的资格被取消 就连他的助学金 也没了 为了补偿我的名女损失 学校给我批了一个奖学金 但我 没有接受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的道理 我还是懂的 我不差这点钱 没必要在他们这里留下把柄 栽赃这件事 好像尘埃落定了 断家雪退学 听说他准备回老家了 罗书瑶还在医院养伤 张初落搬出了宿舍 如今 这个宿舍竟然只剩我一个人 几天后 计算机系的一个女孩子搬了进来 他性格好像有些孤僻 不太爱说话 整日里抱着一台电脑 不知道在敲打着什么 一般我不主动 他就不会开口 而我本就事情多 在宿舍的时间很少 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只不过 偶尔我回来的晚了 他就算睡下 也会给我留灯 有时候 我忙学生会的事情 忙到没有时间吃饭 他还会给我带一份上来 宿舍的卫生 也肉眼可见的变好了 甚至连空气都清新了很多 我们之间 倒也算默契融洽 这明镜的日子 在一个月后被打破 校园网上 有人发了一组照片 全是我的大尺度不雅照 还是高清版的 但我很清楚 这些绝对不是我拍的 想到上一世那些照片 我心中瞬间明了 这肯定是屁的 只不过 这一世的辟图技术 明显精湛了很多 一看就知道是专业人士做的 而这背后之人 不用想我都知道 肯定是断家穴 我真的很烦这边婆 他退学后 我都想着 只要他不惹我 上辈子的事就当过去了 我不想给自己找没必要的麻烦 只想过好以后的每一天 毕竟 对于他这种好不容易 从农村走出来的女孩子来说 被退学 又被记录在案 算是断了他的前程 也算是对他最好的惩罚了 没想到 他竟然还敢给我找麻烦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心狠 我给我爸打了电话 让他给我转了一大笔钱 一向节俭的我 突然要这么多钱 我爸没有觉得奇怪 反而觉得欣慰 乖女啊 你终于愿意好好花钱了 是吗 之前爸爸让你 没事就出去逛逛街 你总说要低调 现在终于开窍了 五十万够不够 要不我给你凑个整 一百万吧 手机对面激动的声音 差点让我落下来来 前世经历了那些 我怕他们担心 觉得自己可以处理好 也相信这世上有公道 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 所以我并没有将 自己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 直到我坠楼 他们都不知道 自己的女儿 在学校经历了怎样的折磨 坠楼的那一刻 我还在担心 他们会不会很难过 他们俩 可只有我这一个女儿啊 我死了 他们不知道该有多绝望 幸好 上天给了我重来一时的机会 上辈子的事 我也不打算告诉他们了 免得让他们伤心 可这一时发生的事情 我一五一时的全部告诉了他 听我说完 小老头差点欺诈了 乖女 这是爸爸给你搞定 敢欺负我的女儿 这是活腻完了 老子砸钱都要砸死他 我赶紧安抚 爸 这事交给我就行 您放心 我心里有数 他不情不愿 还是有些担心 最终还是被我安抚住了 答应不会出手 收到钱后 我联系了侦探 让他们给我查段家雪和段主任 很快 我就收到了资料 翻看一遍后 然后是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还是被惊到了 原来 段家雪是段主任的养女 可这两人 我又找人查了那个帖子的IP地址 果然是段家雪现在住的出租屋 正准备找人删帖 等我再点进去 却发现帖子上的内容变了 文案变成了揭露段家雪 跟段主任丑事的内容 图片 也变成了两人的大尺度私密照 全是高清的 至于我之前的照片 在最新的一条评论下 发出了专业的对比分析 证明了这是P图 而原图的女主 正是段家雪 这今天反转 校园网直接炸了 甚至还被转发到了同城 短短几个小时 网上铺天盖地 全是这条帖子的内容 如果只是段家雪还好 但这件事的另一个主人公 可是我们学校的系领导 学校的声誉 算是毁成了渣渣 有意思的是 我的P图被爆出来时 学校什么动静都没有 这条帖子被人修改之后 学校倒是急了 疯了一样的找人删帖 可不论他们怎么操作 帖子就是删不掉 就像是中了病毒一样 不仅如此 只要是连接了学校校园网的人 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 多收到了一份资料 这份资料是更详细 不能在网上宣传的隐秘内容 全是段家雪跟段主任的丑事 这下那些不爱刷校园墙 不爱上网的人 也被迫吃了一波瓜 我看着还在自己手中 没来得及发出去的资料 有些猛逼 难不成是我爸出手了 我给他打了电话 他说不是他 我更懵了 这到底是哪个大好人啊 很快我就知道了 这件事的背后退手 校领导找上了我们宿舍 我以为他们是来找我的 结果他们找的是 是我的新室友顾灵溪 校长一进来 直接就给他跪下了 顾同学 请你收手 把那条铁子杀了吧 再传下去 学校的声誉 就要毁在我手上了呀 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毫不狼狈 而我们的主角顾灵溪 却看向了我 校长 你该求的不是我 而是沈欣然 他被网报时 你们无动于衷 任由舆论发展 全然没有想过 这件事会对他造成多大的影响 怎么 轮到学校了 就开始紧张了 你们 可真是双标啊 我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他 他竟然都知道 竟然是他 说不感动是假的 我跟他 也就只相处了短短一个月 他竟然为我跟学校对上了 我热泪盈眶 不顾还在场的校领导 直接扑上去抱住了他 灵溪 谢谢你 最终 学校已开除并封杀段主任为代价 才让顾灵溪删掉了帖子 原本他们还想求他出手 控制一下网上的其他舆论 被他拒绝了 校长 你们的冷眼旁观 总要付出一些代价吧 这学校的风气 也该整顿了 最后 校长和一系列相关领导 全部被彻查 很多都被急了职 段主任也被查出了 收受贿赂的罪证 还有多年前的一桩案子 也跟他有关系 段家雪在乡下的父母 是残疾人 原本他们也是 某工厂的技术工人 收入待遇都很不错 本可以让段家雪 过上一时无忧的生活 可这一切 都被段主任毁了 一次酒后罪嫁 他将骑着摩托车的 段家雪的父母 撞成了残疾 因为那段路是山路 周围又没有监控 为了脱罪 他找了一个身患癌症的人 替他顶罪 为了安自己的良心 他资助了段家雪 并任他做了义女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段家雪越长越漂亮 他又虚荣 两人终时搞在了一起 这件事被翻出来 段家雪整个人都崩溃了 段主任被审判的那天 即将被带上警车 送往监狱时 段家雪冲了上去 连筒八刀 刀刀致命 段主任命丧当场 仓皇逃窜的他 被一辆急驰而来的货车撞飞 最后 落在了前面那辆 拉着钢针铁板的卡车上 千针入体 他被砸成筛子 得知他的下场 罗书瑶和张初若 整日做噩梦 最终精神都有些失常 自动退了学 个人都得到了 自己应有的结局 而我跟顾灵溪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